我真的不想再在这里上班了 下一次如果再裁员我想报名不干了 怎么了干的不开心吗 不是不开心 你也知道我现在掉了个稿位 对身体健康伤害太大了 之前还想着我社保还差一年多就买满了吧 想着买满 结果现在你也知道社保现在要20年 然后如果20年的话 我在这里我还得干6年多啊 也是 如果说你买满的话都要37-38岁了 不过你要是没在这干的话 到时候呱呱上学了 积分怎么办 他上学我积分是够的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没工作 能不能参与积分 你到时候好像可以买一份 那个灵活就业鞋 我知道我也是打算买 因为我这个已经买了14年那块 我要是这样放弃了 前面是吧 白买了也不划算 所以买肯定是要买 就像你说的买个灵活就业 那你不做了 早上去干什么 说实话我现在挺迷茫的 现在这个厂确实是个好厂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岗位原因 我也不会想着不干了 但是健康也重要啊 我感觉如果我继续在这干下去 迟早会干出病了 那也是你先出来再说吧 我煮了碗螺蛳粉的奶拿出来给你吃 哇好久没吃螺蛳粉了 这个有点辣哦 就是要辣呀 够不够喂 确实有点辣这个 把我都拉出汗了 哎 这个纸巾是你新买的是吧 蛮好用的 那你这个岗位 其他同事还打算接着干吗 他们也不想干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没得选择 像他们说的 年纪现在年纪都大了 上越老下越小的 你出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是不是 你如果出来 我们打算去做点生意的话 也不好做 不像我们以前 我也知道 所以我现在好迷茫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回老家 回老家 回老家我跟你说更难 在老家混得好的 都是那些一直待在家里的 要么就是说 那些在世界上班的活得比较滋润 像我们这种 我们对这个广州这 比对老家熟悉的更熟悉 是不是 确实 好多年在这边 你说像以前我说去摆个摊 有经验是吧 也好做 关键现在摆摊也不好摆 不好摆 是吧 现在网购太爱补给了 我们是感受最深的 17年开始 那时候网购一下就补给开来了 摆摊累的话 只能说去做点小吃累的 还差不多 我们以前那一行 肯定不行了 摆摊肯定不行了 主要我们现在男男在哪里 一个没学历 还有一个没技术 没有能养家糊口的技术 我感觉我们就是个 珊瑚人员 现在才知道学历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之所以过的 还算过得去 那完全就是靠勤 勤快 但是你的身体又能自身你多久了 以后还能坚持多久了 像这样熬下去 所以真的是像我同事他们说的 我们这种人什么苦都能吃 就是吃不了学习都苦 所以还是要学一面什么技术 对 所以很多王爷建议我 劝我弟去学了什么技术 我也劝过 但是像大家说的 我自己像我弟说的 我自己都没有学了什么 我有什么资格去说他呢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劝他去学 但是我没办法给他好的建议 知道吗 我自己都不知道去学什么 你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有什么想法 韩小姐 我还指望你摇摩了 哈哈哈 心悠悠悠 早就成为富婆 哈哈哈 下班了妹妹发工资了 咱们6月份的工资发下来了 这也是我们今年最高的一次工资 因为现在是年中 咱们常立年中有个年中奖 这个月的工资还扣碎了 回去我老婆看到这个月的工资 肯定很高兴 到家到家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怎么了今天这么开心 发工资了 发工资有这么高兴吗 还发年中奖了 还发年中奖了 啊 给我看看有多少 这个还去年中奖发可以哦 对啊 我还说现在效益不好 可能没有了 没想到还有啊 挺多的 嘿嘿 是不是要吃个大餐庆祝一下 可以啊 是不是啊 太小了 你老婆带我们去吃大餐 好 我先去换衣服 这个年中奖也没大家想到那么多啊 就2000多块钱 2900块钱 怎么样 大餐好看吗 嗯 好看好看 叔叔 请完了吗 走了 去吃大餐了吗 对啊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 皮 皮啊 呵呵呵 走走 去吃大餐去了 你们想吃什么 吃皮 都可以啊 吃皮 他说 皮是什么 老娘家吃饭之前 看下有没有团购 会过日子 呵呵呵 经过咱们商量 又是决定吃自助餐 不是免费就说要卖的这样 好容易 一个就放下了 呱呱是称饭的 然后肚肚饭票 我选择这个位置好吧 好 肚肚想不想吃冰淇淋 有冰淇淋 妈妈没想看我拿个冰淇淋 好的好的 鸳火锅 然后这边是烤肉 先去拿菜吧 看有什么好菜 这两个小家伙已经在这里夹蛋糕了 呵呵 少来一点啊 杨小姐已经挑了一大盆虾了 还有螃蟹 这边是肉 各种各样的肉 还有这种虾 挺新鲜的 还有点二次的小螺蟹 搞一点 种类还是蛮丰富的 这边还有各种调料 来点辣椒酱 这边还有水果 来点西瓜 先去拿这些 吃完再拿 第一轮先吃这么多 我家乖乖已经躲在这里 一个人吃了两块西瓜了 呵呵 先把这个肉烤上 来拿个午饭肉烤上 好 爸爸这个蛋糕好好吃 等一下又多吃点菜 知道吗 嗯 我刚刚把那也新鲜的菜 全部挑走了 呵呵 准备开吃了 呵呵 你们两个多吃点今天 好 呵呵 尝一下这个烤肉怎么样 对 哪个应该当辣椒酱 呵呵 当自然 烤肉 这一块不错啊 回瘦将尖 哇 看什么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 这最贵的日常 98一位 呵 弹个多少钱 90 咱们都吃点海鲜啊 呵呵 回回北 嗯 家庭的道理面 一口煮 我这边是煮的龙虾 呵呵 我一看到你拿东西 我就想笑 嘿嘿 玩什么 青菜 真素搭配 今天我爹上班了啊 等下次 下次他放假的话 带他来吃一次啊 让他挪进去 才能吃过本 呵呵 我上次叫他去吃肉 他说他吃胖了 不敢去了 呵呵 他抱肚子抱了 饱了 你不是说还要吃那个小点心吗 对呀 呵呵呵 吃好了吧 嗯 不拿了吧 不拿了吃够了 呵呵呵 哇塞 今天吃了不少啊 尤其是虾 走之前还忍手一个冰淇淋 肚子就是冲着那个冰淇淋来的 还有小点心 是不是 对呀 今天吃开心了吗 你吃开心了 呵呵 瓜瓜都吃懵了 呵呵 好 这些视频趴着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现在过来我爹这边了 准备带他一起去找老爸 前两天我老爸知道我要去找他之后 一直跟我说 要我把我爹也带去了 得知我爹也愿意之后 可开心了 哎 来了 哎 洗头发了 来来来 这你嫂子包的粽子 今天吃粽子没有 没有 刚好炒一下 也带了几个粽子过去给我老爸 然后再去买点水果 先去买点水果 这个粽子怎么样 这个是肉粽 来自超市买点水果吧 来几个苹果 这苹果耐放一点 呵呵 学乱的好的 再来一个大西瓜吧 2块9毛8 来一个哈密瓜吧 来个这个吧 后面去一下表哥那里 ok 把两个这个 不给老爸买冰酒吗 算了吧 哪里不是这么好东西 哎呀 我不怕下面吧 还一刹车 打坏了 哎 老爸今天还要上班吗 哦对 他今天还要上班 应该五六点就下班了 本来是打算过去给老爸吃午饭的 但是他平时都是下午一点半上班 今天居然还提前了 12点就上班了 所以就改了吃晚饭 怎么少是他们不去 我怕等一下回来太晚了 加上他明天要考试了 我就说算了 老爸就在这里上班吗 对啊 就在那个厂房那里 然后上次我们吃饭就是在这里吃的 待会我们应该还是来这里 刚刚问了我老爸要6点钟才下班 然后我表哥今天也没再回去过端午了 这边好偏啊 比我那里还偏 花都这边本来就比较偏 我看了一下这个饭店生意太好了 我提前来进个位置 要不然等一下没地方坐 来 你自己点啊 想吃什么点什么 就要这个酸菜鱼吧 要不不点它了 赶快上这个吃 可以可以 我老爸过来了 来来来 擦完擦完 直接点哈位置键 叫老爸呀 他估计不怎么运动 应该没什么再找了 你应该抓住最后这个机会 再长一把 要不然真没得长了 我跟你说 马上18岁了 我喝茶 让他们聊 上菜了啊 小炒牛肉 扇子骨 这个扇子骨 你有吃过 这个扇子骨 我们每次聚餐都是必点的 呵呵呵 和你胃口肯定 没有 就吃那个肉就行了 那骨头咬不烂了 这一块肉都 好 这道菜 我们同事每次聚餐 基本上都是两份啊 有时候三份啊 吃蛮好吃的 上齐了啊 好 上齐了 好丰盛啊 多吃点啊 都是辣菜啊 时刻过瘾今天 乔念推荐大家来这种香菜馆 一定要吃这个牛肉 真的 太下饭了啊 现在吃完饭了 结果我老爸说还要上班 我还以为他6点钟就不用上了 先把东西放过去他家里先 我老爸说可能要上到晚上10点多 有时11点多 你看一下老爸这个房间 跟你那个房比起来怎么样 好像就在一间 家家一样的帽子家 房子进去那个大大帽子 哦 做完就下班 我老爸就上班了 匆匆 去相聚了一个多小时 怎么样老弟 咱们要努力啊 让老爸少给我们吵点心啊 我现在发现啊 我们三父子啊 就我的时间啊 从雨点啊 之前很多网友老是说 我怎么去玩啊 去吃饭啊 老是不带我弟啊 他上班的时间比我老爸的时间还多啊 真的 他每天12个小时 不是我不带他 像昨天我们跟小鸡哥他们一起 实在是带不了 他昨天晚上9点多才下班 9点多我们都已经回去了 下次换工作有经验了吧 不要换个这么长时间的了啊 呵呵 要不然要干嘛都没时间是不是